Hello,大家好,我是莉莉 现在我在重庆 今天从贵州同仁那边一直往重庆这边跑 大概可能跑了将近200公里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乌江这一带了 边上就是211国道 我们今晚就在这旁边的一个边上的公共厕所旁边去露营,住车 对 这边上就是一座大桥 这一条道路是211国道 旁边的花都开了 然后这边的江是乌江 乌鸦的乌 对面是那个沿河 还是沿江的土家族自治县 宏渡镇 果然啊,重庆真的是一个江城 也是一个山城 就很多房子啊,村子啊 都是沿着江边去建的 就对面还是全都是一些土家族的人家在对面追逐 这边有点类似于像那个江滨公园 就是在江旁边建的一个工艺性的公园 老实说我这几天赶路有点累 然后昨天晚上是在山顶上居住的 露营 也睡得不太好 半夜三更行过来 嗯,我感觉自驾游还是蛮累的 然后今天也不是特别开心 大家可能看我跟姐姐啊 要感情特别好 但是时不时也可能会拌嘴啊 生气啊之类的 今天就是属于这种情况 嗯,两个人三观 可能是一致的 但是在日常生活习惯啊 某一些方面的信念啊 嗯,想法啊 是可能会存在的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自然会有冲突有矛盾 所以我现在有点累 吹个江风还是挺舒服的 现在是晚上的六点 六点十几分左右 还没到六点半 夕阳已经西夏了 然后等一下再过个半个小时 天就要黑晚了 哎呀,今晚又继续住在江边 我们刚刚已经把帐篷已经立好了 就在这个亭子下面 然后车呢就放在 上面一格的停车场的停车位上 今晚就继续搭帐篷睡 感觉好安静啊 这个乌江水也很平静 水流都没有感觉 那种湍急的感觉 是很平静的流动的感觉 下来了之后才发现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叫做王驼渡口 大家可以沿着河道一直走到那边去 现在月亮都出来了 看月亮已经出来了 到了晚上不知道能不能看到心情呀 这附近的山还是挺多的 群山环耀 好了,现在天色已经暗了 现在准备要6点30多分 6点40了 我等一下上去上面 然后洗漱一下吧 今晚我有点累了 想要早点休息 这一期视频就先更新到这里吧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的频道号 点个关注不迷路哦 我们下一期视频见吧 拜拜